内政部近日历推线上作业,盼省去民众,周车劳等辛苦,惊奇要向内政部以口头陈述意见的夙愿案件,当事人将可用视讯方式陈述,不必再亲自跑到内政部,内政部夙愿审议委员会专门委员汪瑞红说,过去曾有澎湖白沙香工作的人,为了地方制度法夙愿,专门从白沙香到台北陈述,未来可透过视讯后, 希望民众能多用网路,少用马路,提升夙愿的便利性,要向内政部口头陈述意见的夙愿案件,当事人将可用视讯方式陈述,除为怂烟护数字公团等公民团体提出夙愿图,联合报器资料照,分享。 汪瑞红表示,根据近三年统计数据,去年以陈述方式表达夕愿共28件,2015年39件,2014年26件,总共93件,其中有53件的当事人位于双北以外的县市, 有民众因为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事件,从花莲县吉安江到台北陈述,也有人因为要申请认定县有效道,从屏东坐车北上,陈述完后又赶回屏东。 汪瑞红表示,宿运的当事人往往希望能够当场表示自己的意见,但过去在科技设备无法配合的情况下,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内政部所在的中央联合办公大楼,造成很多人的不便。 因此内政部配合行政院订定的宿运设讯陈述意见服务网作业程序,开放宿运案件当事人申请。 以视讯方式陈述意见,让当事人不必再奔波往返。 汪瑞红说,若当事人居住、居所、事务所或营业所不在台北市可以提出书面申请,或是到宿运省议委员会下载申请书,内政部受理后就会开始办理相关作业。 当事人可到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或到行政院各处的联合服务中心,在约定好的时间到场就能以视讯方式陈述。 根据内政部网站资讯 汪瑞红说,每年收受案件类型中几乎都以营件类为最多,其次是地政类,第三名是消防类。 营件类在2014和2015年均破千案都超过新收案件量的一半。 营件类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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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